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看 你别说 你这样穿比以前好看多了 那当然了 找到了新工作 换了型头 当然要开启一个崭新的篇章 换个工作就换个风格啊 我这个人做什么事情之前 都得先把装备弄齐全了先 这叫仪式感懂不懂 形式主意 什么叫形式主意啊 我现在是去工作 工作能力是一回事 但是穿衣打扮可不能让人跳出毛病来 像我这种美貌与智慧并存的人 很容易招人忌妒的 好了 我还没问你呢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是不是酒吧那几个散发跟你说的 不是 我去问的 你不出种仪式感吗 下班不得有人接你啊 那是 还得有人请我吃饭 庆祝我找到新的工作 开启人生新的篇章 走着 走着 你还真搬出来了 我房子都找好了 也行 反正房子的生活费都是你妈给你出 你搬出来了 正好以后我找你也方便啊 瞎想什么呢 我没有我妈要钱 这钱都我自己挣的 闲的你 好好的荣华富贵的日子不过 跑出去装什么落难少爷 你这不会是苦肉计吧 想让何大爷心软 一心软就容易被贡献 什么呀 说呢 我可跟你说啊 如果按照你口中 那个何大爷来说的话 他可并不一定会吃这一套 我哪有那么多心眼啊 我是真心觉得现在生活不错 虽然房子小了点 手头紧了点 但是 这每一分钱都是我自己挣的 特有成就感 是是是 吃惯了大鱼大肉的人呢 偶尔吃一次康宴菜都觉得香 住惯了大房子的人 偶尔住一次农家乐 都觉得特有生活情调 我跟你说啊 你这就是烧的 如果让你日复一日 你试一试 看你还笑得出来 有钱有有钱的活法 没钱有没钱的活法 只要是高高兴兴地活着 那就是好活法 再说了你不是还一样 放着自由日子不过 这不也出来工作了 你说那好工作那么多 干吗要去购物台上班啊 你不是我适合干推销 适合去购物台工作的吗 我说你就去啊 我随口一说的 你随口说的 我可没随眼听啊 我可都是走心的 那 那之前跟你交往过的 每一个人 你都会为他们改变一下 还真没用 那 那什么那 以前都是别人喜欢我 现在情势不同了 是我喜欢你 所以我觉得你说的 什么都是对的 那可不行 万一哪天我又随口说一句 不负责任的话 那不是把你害了吗 行了 行了 别把自己想得那么伟大啊 什么是对 什么是错 我还是分辨得出来的 我智商没那么低 我只是觉得 也许你这次说的是对的 生活起起伏伏 那才叫生活 灯红酒绿的日子 我已经过够了 每天看着很开心 其实局一散 心情也就跟着散了 谢谢 好 这是 是咱俩第一次坐着吃饭 之前都是喝酒啊 吃饭和喝酒有区别吗 那当然不一样了 喝酒是娱乐 吃饭是家常 区别大着呢 行呀 那以后咱就多出来 加场加场呗 出来加场多浪费啊 你去我家 我给你做饭吃 既有诚意也还省钱 没想到呀 你还有这手艺呢 那当然了 那找机会 我可得好好尝一尝 顺便恭喜一下 你的乔前之喜 商量得怎么样了 我还得等多久啊 王哥 实在对不住 我们每一期的经费 就这么多 您这边我们已经给的是 最高的价格了 实在不能再涨了 再说了 我们之前不都说得 好好的吗 就算要涨价 也得先要跟上级沟通啊 这一时半会儿 也交代不下去 要不您就通融通融 先凑合把这一期给录了 之后我一定积极地 不是跟领导反应行吗 哥 求你了 凑合 怎么凑合 五句台词 我给你说两句行不行 十款有意 我给你接下午餐 姜佳 姜佳 孟哥 你先去忙 好 来来来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怎么还提前半小时到了 我不是一直都喜欢提前吗 多准备准备吗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忙啊 您要有事我们再出去找 没有 我正在夸你经验呢 这不应该的吗 这是嫂子吧 不是 你叫我 坐下 不好意思 我这人闹脾气了 说是要嫁钱 不嫁钱她不上了 这怎么办 真有意思还凑合 来 你教着我怎么凑合 反了她了 还真把自己当大腕儿了 等我收拾她 不好意思啊 孟哥 你看我这临时有点事 你先让嫂子陪你去试衣服吧 今天卖泳装 行 没事 你有事先忙 甭管我 好 带她去试衣间 这是今天兰幕 试衣间在这边 好 谢谢 你看经纪人够凶呢 翻脸落翻睡呢 没法 跟你差不多了 谁啊 这身材这么好 你也不差 混弄谁呢 还像上级打报告 你得我第一天出来混呢 我今天要凑合录了 这报告永远都下不来 可林香喝口水吧 不想录就别录啊 不好意思 你出的那个价格呢 我们给不了 知道你在江湖上混 不是一天两天了 但是一行总得有一行的规矩 之前谈好的价格 你林两个给我唱这么一出 你什么意思啊 没什么意思啊 我就突然间觉得 这价钱不合适了 化妆的钱凭什么我自己出啊 不是你自己说你自己找化妆师吗 我自己请就得我自己出钱啊 台里本来也有化妆师 是你自己不用吧 就你们化妆师那水平我敢用吗 我这小脸画得漂漂亮亮的 也是给你们台里长脸 观众要看的是产品而不是你 你美什么呀 我这是对自己负责 我也懒得跟你废话了 要么你加钱 要么我走人 自个儿选去吧 不是 不是你这辣眼睛啊你 不是怎么了 不是你怎么就这样出来了 不好看我 我我我让大家给我换一下 不是不是不是 是我自个儿 我我那个少见多怪哈 我除了奥运会上 我还没见过别人穿连体衣呢 其实我也是第一次穿 我们以前都穿一种东西 其实还行 那起码比泳裤漏的少 而且也比那个保鲜品广告强多了 那个 那行吧 咱们进去吧 模特就是模特啊 他这是更好的 真的假的 我跟你们说啊 今天我要走了 你们这直播就得开天窗 你可记着 这可是直播 行啊跟我横走就走 你可别回来求我 佳佳 您不说你能搞定的吗 怎么还把他给气走啊 我您叫欲擒负纵啊 谁知道日主持人自己没论话 自己走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现在跟我说这样有什么用啊 关系是马上要直播了 我上哪儿再找个主持人出来啊 导演马上来 您让我怎么交代 你干嘛呢 来来 上来快 让忙 你在这儿吧 有办法 有办法 猛哥 过来我跟你说点事 你帮我当会主持人吧 主持人 不行不行 我这直播录影还是第一回还紧张的 主持人还在说话不行 猛哥 你这一回真得帮我 咱们俩这么多年交情 我什么时候开口求过你 你这一回真得帮帮我 真不是我不帮你 可是怎么了 让我当主持人 我干不了啊 你完全不用担心 我没有大字报啊 你可以顺着关键词 最后发挥就行了 只要把友谊的特点说全了就OK 骗手方面 除了模特的钱 主持人的钱我给你一并加上 真不是钱的事 怎么不是钱的事就是钱的事 除了这个钱以外啊 这身衣服能不能换一下啊 你看他穿着紧身衣吧 跟那些人站在一起还行 但是要主持所有的焦点 都在他身上 对 咱会只要猛哥愿意 什么都可以 行 那这样你先忙你的 我跟大叔 谢谢嫂子 加油猛哥 什么就带来行 你让我做主持我真干不了 怎么干不了啊 现在能多赚一份钱你不赚呀 你就愿意穿成这样 站到那儿是不是啊 不是我不想赚这钱 是我真干不了这事 你之前还跟我说 有任何工作都想尝试一下 努力一下 现在机会来了 你又退退缩缩 你告诉我 你跟家的关系怎么样 挺好的 我做模特时间 就这么一个朋友 要没有他 可能早退休了 那人家帮着你这么多 现在他有困难了 你刚好是回馈人家的时候 你干嘛不去试一试啊 行了行了别说了 这几张衣服别人 能穿你试一下 你是不是特愿意穿这件衣服 在这儿显满你身材呀 不是 不是你就赶紧进去挂 也别啰嗦 这大男人的 赶紧把紧身衣脱了啊 臭死 晓晓 这哥们儿行吗 放心吧 他可是走过米兰时装秀的模特 泳衣穿了十几年 整个泳装时他都烂熟于心 他站的呢 不比一万个主持人强 行 那来吧 放心吧 等 胳膊腕儿注意了啊 准备 准备直播 五 四 三 二 一 开始 开始 说话 怎么了 说话 说话 大家好 我是 我今天向大家推荐的是 李 这颗泳衣设计非常的灵巧 这颗泳衣适合所有的人群 像这个比较瘦的模特 穿起来我们的泳衣 会让你显得凹凸有致 是 像这种微胖型的模特 穿起来就会让你显得 非常的娇小 非常的修瘦 非常的健康 所以我们泳衣 真的适合所有的人群 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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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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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泳衣全场大特价 现在开始打进热情电话 前一本位观众 原价3888 不要3888 只要 888 现在泳衣的花 就给球门沙单上的网口 走过路过 千万不要通过 快去快去 快去快去 快去看个毛巾 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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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早 早 我给你带完 张宏 早上坐好了 张宇阿姨 张宏她怎么了 她大姨妈了 不是 她见到我害羞 为什么要害羞 难道她喜欢你 非得喜欢一个人叫害羞 大姨阿姨 她从昨天晚上 就一直怪怪的 也不理我 心情也不好 她就把一个人关在她房间里 是吗 大姨阿姨 你是不是拒绝她了 说什么呢 大人也有心情不好的时候 你爸没事啊 来 把那药拿给我 这儿 好 吃饭啊 快点 你自个儿吃啊 我去看 我去看 噔噔噔 哭上了啊 至于吗 谁哭啊 我是感冒的 你还挺走心的呀 至于吗 怎么不至于啊 丢人的又不是你 就说风凉话 我说面子 这也那么重要啊 是能吃着还是能穿啊 觉得挺好的 你想啊 平时那购物台谁看呀 不就是一群老头老太太吗 这下可好了 这收视率蹭蹭往上涨 他妈也感谢你呢 谁需要这种感谢 给你你要啊 你说在外边丢人就算了 所以起码人家都不认识 我可好 在电视上 这要让杨阳看你怎么办 杨阳同学看你怎么办 她同学的家长看你怎么办 她的老师看你怎么办 她们会怎么想我 我一直想成为一个伟大的父亲 让杨阳以我为重 这下可好 无忧为耻就不错 行啊 我说这位伟大的父亲 咱们能不能豪情万丈一点啊 别老这么悲悲气气的 干吗呀 搞砸了就搞砸了 从现在开始呗 你以为成功就那么容易啊 再说了 你看这杨阳 不单纯一个孩子呀 心血人家还觉得挺好玩的呢 真的 别笑了你 小声挺好 长毛又是鱼鱼 这个怎么不开心呢 不是 但是我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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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挺好的呀 你看 这么多评论啊 来 我觉得张某特效应明星 谁呀 周星施 你知道吗 大人啊 有一个叫自尊心的东西 而且 经常把这个自尊心啊 用作地方 这个 这个 这个东西我知道 他之前跟我说过 这个 但是我觉得这东西 特别没用 因为他连 别人金刚我都不能买 还有什么东西 大家还喜欢他 再来说 我又不是第一回见他出车 之前呢 他带我去看他走秀 结果他摔跤了 他说这是他职业车下中第一次睡觉 就让我给碰上了 可是我一点也不在乎 张某这人啊 就是脑子笨脸皮薄 有的时候还不太难 你从小就这么老气很久啊 你跟谁学的 怎么这么早说啊 张某和我妈离婚了 我不让自己快点长大 那谁来照顾他呀 我问你啊 你爱你爸爸了 当然爱了 他是特别特别的爱 那你去跟他说一下呗 这这这这也太肉麻了 这肉麻什么呀 有爱就要勇敢地表达 要不然怎么知道 张某 张某 你的视频啥时候录的 太够了 睡觉呢 不是 你也太好面子了吧 真用心 你是不是觉得爸爸特别没用 干什么都做不好了 我没有觉得你没用 我从来都没觉得你没用啊 我们班同学都特别羡慕我 一长得这样帅气的老爸 我觉得我特别有面 谢谢你安慰我 你就上学去吧 我可没有安慰你 我说都是真的 我们班有一男孩 听说你是模特 回去哭着喊着 让他爸也当模特了 不过来这事还离家出走的呢 可我现在已经不是模特了 没关系啊 只要你特别地帅就行了 爸爸经常做错事 你是不是觉得很丢脸 那谁都会做错事啊 做错了改正不就行了 而且我不觉得你丢脸 我还觉得你特别地可爱呢 真的 我特别地爱你 就像你爱我一样 我特别地爱你 就像你爱我一样 不是 你都多大了还苦 凶不凶 我这不是苦 我是高兴的 高兴的 怎么样 这房子挺温馨的吧 如果侠小拥挤就等于温馨 那还真的挺温馨的 你说你也是的啊 跟你妈吵架就搬出来了 至于吗 谁还没跟妈妈吵个架呀 我也不想啊 她让我搬出来了 什么意思啊 被赶出来了 何止 信用卡都给我收了 我妈这招叫做欲擒故纵 她就是想让我在外边 过一段苦日子 等收不了再回去找她 我这自己出来一住 这房子住了多舒服 还挺爽的 那你现在是 还没逼到一定份上 你住过来大房子的人 在这怎么住啊 你现在是觉得新鲜 到时候有你后悔的日子 我可没这么觉得啊 这房子我挺喜欢的 睡觉不是一张床的事吗 之前我就睡大房子 有什么区别啊 我还就是喜欢睡大房子 而且我现在呀 就虚荣地睡在大房子里面 在大房子里 我觉得翻个身都神清清爽的 本来以为我觉得 这个东西没有用 现在送这个玩意算是送对了 什么玩意儿 打开看看 不是你送这个吗 这什么东西啊 不行啊 这玩意儿一看就真撕的 你别给我不识货 我不要这 当然是真撕的了 我唐唐佳佳能送便宜货吗 我跟你说 你别跟我急急歪歪的啊 这是乔迁礼物 你收下就是了 再说了 一个人有三分之一的时间 都是在床上度过的 床上用品一定得用得好 这样才对得起自己 一天辛辛苦苦的工作 你说我这皮糙热厚的 这玩意儿我根本用不着 哎 我说你之前有说 你儿们唧唧的不说 怎么还喜欢妄自菲薄呀 皮糙热厚就不用睡觉了 你要不喜欢 我送你个红包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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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不用不用 我收了收收收收 收了喜欢 喜欢就好 礼物都收了 你不说给我做饭吗 饭呢 等着 我家里能够给你 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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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啊 没事 好吃吗 怎么就一个菜啊 我 我就会了一个菜 怎么样 还不错哦 这 不合胃口啊 没有 我在想其他的事呢 菜做得真不错 我说呢 要是给我送礼 包红包的肯定心里有事 说吧什么事 看我能蒙一包吗 我工作的事 你能帮上什么忙 没事 是福是祸还不一定呢 倒说说你啊 你瞧钱之喜 怎么不请何大叶过来啊 我 这么仓促 我没来得及跟他说啊 那你怎么能来得及请我啊 按说这种事 不是应该第一个 请自己喜欢的人过来 第一个请自己喜欢的人吃饭吗 我怎么变成第一个了 这菜真不错 我觉得挺好吃的啊 这麻烦也不错 是你自己蒸的吗 这哪儿我蒸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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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什么呀 你说你这么傻乎乎的一个人 怎么身出来那么聪明一儿子啊 是你亲生的吗 咱抛开智商不说 就杨杨这帅气 nosis 好 猛哥 小佳 小佳 早早好 我进去参观一下 随便看啊 你怎么来了 做修得真不错 上回录影的事 更添麻烦了 没有 台里领导批评你了吧 也没有 对不起啊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你怎么总说对不起啊 孟哥 你知道吗 你上次主持的效果特别棒 而且现在 黄金党的连续剧 都得给咱们让到 你上次还打破了购物台 这么多年以来的销售记录 咱这是将错就错 你太牛了 再加喝水 谢谢嫂子 孟哥 咱再去录一期吧 台路 你快拉倒吧 上货吊水池子 这次再把摄影棚给点着了 高水运早就回行了 你以为次次能为达正着走运 不走运的时候咱们再说呀 现在电视台的电话都已经打爆了 都在问你的情况 这说明他们喜欢你的风格 我的风格 我还有什么风格呢 你这种风格啊 就叫做灾难型主持风格 怎么样 是不是特欺视磅礴 这 贾贾 蒙哥 你就帮帮我吧 看来咱们这么多年交情份上 我现在刚跳槽不久 我这时候正是树立微信的时候 贾贾 我真的不是不帮你 你看我也没学过主持 发挥也不稳定 我们这一次是灾难型的风格 下次搞不好就是呆滞型的 人家又不喜欢我 那说明你风格百变呢 这都有什么秘感啊 我 我 张宝 我什么我啊 混江湖得讲义气 之前你不是跟我讲 佳佳当时怎么怎么帮你的吗 现在该报恩了 怎么了 不肯啊 我不是不肯吧 有工作还能赚钱我干吗不干 我是真做不了 有什么干不了的呀 万事开头难 你看你这头 开得多好呀 我绝没问题 大家 这会儿我们接了 我说了算 真的 必须的呀 还是嫂子生命大义啊 孟哥 来来来 你坐 别叫我嫂子 你先坐下 你看啊 你呢 是张宝的好朋友 那也是我的好朋友啊 你都开口了 我们必须义不容辞 但是 你看亲兄弟也要名算账 对吧 我明白 现在孟哥是主持人了 我们肯定给正儿八经的主持价 不对吧 我们上次去录影的时候 拿的可是主持人和模特两份钱 那你现在销售量这么好 都找上门来了 我们反而掉价了 我没有没有 我怎么可能对孟哥那样呢 这样 我给他正常主持人的价格上面 每期再多加一千 你看怎么样 加加真不用 不用加钱啊 咱该是多少就多少 张宝的主持价格你也看到了 他就是奔着他来的呀 对不对 他一个人 完全可以hold住全场 我觉得根本不用什么厂商代表 站他旁边 所以呢 那份钱我们也要 何达义 你们俩怎么回事啊 是不是也得问问我的意见啊 怎么样 行 就这么办 这女人可真够狠啊 我这女人可真够狠啊 我这女人可真够狠啊 你怎么在这儿 所以你跟张萌早就认识 关系还不错 还一直想帮她 所以那个狮子大开口的人 就是何大叶 你还一直喜欢她 还喜欢了那么多年 不许你这么说何大叶啊 那也不许你这么说张萌 凭什么呀 我护着何大叶 是因为我喜欢她 你护着张萌为什么 你不会也喜欢张萌吧 对啊 我就是喜欢她 怎么了 吃醋了啊 不是 你不是 前两天说 喜欢我的吗 呦呦呦 还真吃醋了 我吃得也蚊子醋呀 我就是觉得 张萌一边缠着何大叶 一边缠着你 一个离过婚还带着孩子 又没工作大领长人 哪来那么大魅力啊 你还别说 她就真有这个魅力 当初我模特刚出道那会儿 萌哥帮了我不少忙 那会儿她正当红 为了我这么一个新人小姑娘 得罪了不少人 那她是对你图抹不轨吧 我一开始也是这么想的呀 我当时就想啊 你说她对我这么好 她又真想怎么着的话 我也无所谓啊 我不介意 可是后来发现 她压根就没动那个心思 她就是一门心思地 想要对人好 再后来呢 我当了模特经纪人 萌哥那个时候也过气了 虽然全公司的人都反对我 但是我第一个带的就是她 那你这顶多也就算是报恩吧 算是吧 那你打算报多久啊 这个怎么能用时间来衡量呢 当然是能帮我一把试一把了 萌哥是个老实人 那话说回来 那何大叶也太狠了 我还没问你呢 今天去找何大叶干什么去了 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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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不同意 你刚从家里面出来 家图四壁 身无分文的 你这个时候辞职 日子还过不过了 就是因为这样我才应该辞职的 我得活得像个男人 我这跟着她的 总感觉自己被她养着一样 而且你说哪天我 我要跟她表白 我这一个下属的身份 这这 这太不合适了吧 我不管你合不合适 你在这个节骨眼上 就不能给我辞职 如果没有何大叶的话 张萌不会来我购物台工作的 何大叶现在一心就盯着张萌 你不要在这个时候给我添麻烦啊 说不定以后指着张萌吃饭呢 我这事我迟早都得做 那也得等张萌把购物台的工作 做熟了之后再说 听见没有 是不是男人 是 这还差不多 找到了 明天的婚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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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今天晚上就动手吧 我又一个美丽的婚礼 转发以后 我能当心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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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要不然我帮帮你吧 不用 你就坐那玩游戏就行 看你这么忙 我也 我也 于心不忍啊我 我这叫乐趣 你不知道我等这一天等多久了 我从小有个志愿呢 就是当贤妻良母 那你这致命也够传承的 天性使然 虽然我现在不是贤妻 更不是良母 但我就当提前练习了 你啊 就坐在那儿 好好享受 被伺候的感觉就行 其实真不用这么麻烦啊 我就让阿姨过来打扫就好了呀 我跟阿姨能一样吗 我是在这儿 爱在做这些事情的 乐 好的 我发现你家里家具摆放了不合理 这么大的空间现显得特别小 不合理 不合理 我这儿又不是样板间 不合理 坐着舒服就行了 不合理 这位灯的位置 让我赶快转过去 赶快转过去就好了 别动 负责 负责 那可是一限量的宝贝啊 谁都没让动过 你赶紧放下吧 弄坏了买不着了 好 放下放下放下 你前期也没动过 咱晚上出去吃饭吧 不用 我都已经安排好了 等会儿呢我就去做饭 做完饭 我陪你看个电影 然后你再陪我看几期韩剧 完美 在家看电影多没劲啊 这日子本来就是没劲的嘛 不过我觉得吧 干什么不重要 重要的是和谁在一起 对不对 有道理 有道理 都问你喽 好 我可邀请何大叶了 你们都还记得他吧 当然记得呀 上学那会儿大叶可是班长啊 每天打扮得跟仙女似的 说话轻声细语的特别好听 是不是啊 对啊 你俩跟他说话 我倒是可不敢 我就把他当女神供着 可远观不可谢观 真像你们说的这么温柔 婚礼上新郎还扔到他去跑 我觉得这事啊 就怪那新郎没演过 思思啊 我们可都记着呢 上学那会儿就你和何大叶 经常闹别扭 可每次呢 就差那么一点 会说话啊你啊 是 是 我倒是觉得啊 咱们思思啊 可不比那何大叶差 以前是这样 那现在更甭提了 咱们思思多幸福啊 嫁了个好老公 这何大叶碰着糟心的事 估计现在还单着呢吧 估计是 那你这话可就说错了 人家大叶说了 有男朋友 这么夸 不可能吧 一会儿就给你们 带过来开开眼 不过咱们丑话说在前头啊 打人不打脸 一会儿他来了 逃婚这件事 就别提了吧 行啊 这一当主持人气质都变了 真帅 要不是为了陪你参加同学聚会 我才懒得传成这样的 还有主持人这事 你怎么能随随便便的 就替我答应呢 我自己都没想好呢 什么叫随随便便啊 我可是经过深思熟悦的 而且人生就是这样 并不是每一次机会 都要等你准备好 那这一次机会来了 我们得随时抓住啊 还有 你口口声声说是要帮佳佳忙 但你说的话是在帮忙 你明显是在敲诈 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 什么叫敲诈呀 第一 这钱是购物台出 不是佳佳出 你心疼什么呀 第二 你没听他说吗 销售量破纪录了 破纪录了 不得给你点分成啊 让你赚点钱还不乐意了 不算算了 快多了吧 这事可好啊 我骑虎难想 万一我又要人眼砸了 那不给佳佳添乱呢 别别 什么叫眼砸了 你别忘自飞扑啊 凡事能忘好就行 行了 你别搭拉个脸 高兴点 一会儿在我同学面前 你要显得有一不很自信的样子 好吗 那我也得 自信得起来呀 这 这么事还不自信呀 我脸上这么多褶儿 我还挺自信的